還有一次我跟小欣去 活動 去宣傳的時候住飯店 他半夜小欣過來敲門 我說妳幹嘛 他說我不敢睡 為什麼不敢睡 他說 我的馬寶一直有人沖水 那不敢睡 很可怕 最後他就 不是 我睡沙發 今天好開心喔 請到我兩位 從來都沒訪問過的 不過這次來的主要是因為 大家至少中學姐一到時候 最熱門是什麼 這兩位 現在拍的鬼片 倒是個喜劇片 那你們兩個拍完之後 覺得很好笑嗎 很好看 因為通常自己看自己的電影 都會覺得有點尷尬 然後都沒有辦法很投入 可是我們都看兩三面 是真的覺得很大看 喜歡鬼片的很相當多 這是大家可以期待的一部電影 拍攝過程中 有沒有發生什麼靈異的事情 這一部還滿好的 因為它是喜劇 對 沒有什麼 只是那個 因為它是 是廢棄的一個度假村 旁邊什麼都沒有 所以 最可怕的 我覺得最可怕的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便利商店 你們就待在裡面 就是什麼 到底只能待在裡面 那個有便利商店才恐怖 而且 誰要在那邊上班啊 嚇死了 嚇死了 坐在那邊叮咚叮咚 有沒有 便利商店 那你們怎麼辦 要住在那邊嗎 沒有 沒有 沒有都會吃 再遠都要回家 對 但是我記得我去拍片的時候 下他的飯店 發現床底下有名字這些 哎唷 好可怕 那你就覺得有點 因為有點怪怪 所以就看到那邊 就覺得要檢查一下 而且有時在紅毛城 也是想拍鬼片 那個房間會 就有人叮叮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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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但是我們覺得算了 好像 好累的想睡覺 對 還有一次我跟小星人去 活動 去宣傳的時候住飯店 到半夜小星人來 過來敲門 我說妳幹嘛 她說我不敢睡 為什麼不敢睡 她說 我的馬桶一直有人沖水 很可怕 最後她就 睡在我床上 啊不要 我睡沙發 我也很怕住那種 就是會自動開 馬桶蓋的廁所 就你有時候在那邊睡覺 突然那邊 滴滴 滴滴然後馬桶蓋就打開 我想說 我又沒有經過 到底是為什麼會打得開 因為那個人有經過 而且我記得我出道的時候 有拍了一部鬼 給朱衍明拍的 你一聽就知道是喜劇了 為什麼是喜劇你知道嗎 因為鄭金英演 寧才成嘛 那部叫什麼 不要查 朱衍明 那部 記憶太久了 四十幾 先生 先生騙鬼 欸你們演員卡 這個很大咖 是啊 超猛的 你是什麼啊 雜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是雜碎 欸這個寫這樣好聽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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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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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